一个男人被缝补千万针之后 改造成了海象 有什么深仇大恨 才会如此残忍呢 几天前小强和小胖还在电台主持 一次外出采购中 收了一台二手电脑 电脑中发现一个小伙做死的视频 出于娱乐的心理 二人将视频传到网上 没想到火得一塌糊涂 小强决定趁热打铁 找到小伙当面采访 千里迢迢从M国跑到加拿大 小伙却因网络暴力自杀了 毫无怜悯之心的小强 甚至打电话抱怨 为何不能等采访完再死 他上厕所方便时看到墙上的船单 船单的主人称自己有一段奇妙的海上历险 十分乐意分享自己的故事 小强大喜 孤身一人来到大山 寻找船单的主人 主人是个帅大叔 在和大叔的聊天中得知 大叔年轻的时候是个海上出师 天有不测风云 船在航行中撞到了冰山 大叔是唯一的幸存者 可就在这时小强却晕倒在地 等他醒来时发现自己坐在轮椅上 双腿已被截肢 他质问大叔 为什么要这么对他 大叔却又拿了一杯饮料让他喝下 随即又昏沉地睡去 找不到男友的小美显然很害怕 小胖也是尽心尽力地给小美送温暖 小强趁大叔不被打给女友求救 送完温暖的小胖 却选择了视而不见 大叔发现了小强 将他一棒打晕 当小强再次醒来时 发现自己已经变成了一只被缝补千万针的海象 两头身上布满血痕的海象正在打架 不 是一个男人被改造成了海象 而这个穿着海象皮的老头 正是改造者 他冲着小强大喊 如果你不和我决斗 我就会杀掉你 本就无比愤怒的小强 扬起尖锐的獠牙狠狠地刺了上去 一下又一下 被刺的大叔一脸安详 就在这时 女友和小强冲了进来 发现了惨死的大叔和已经变成海象的小强 女友吓得失声痛哭 小强更是崩溃到了极点 他不停地哀嚎着 探长举起枪想解决掉小强 可女友却阻止了 一年后 小强有了自己的归宿 被送到了一家动物园里继续当海象 女友和小胖来看望他 把带来的鱼扔给他 小强爬出来吃鱼 女友哭着说 他看着眼前这个女人同样流下了泪水 可现在的自己 却什么都说不出来 女友被小胖抱着走了 他一动着身体 回到了洞中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这两点小强都被盗而驰 最终导致悲惨的下场 那么现实中的你是否又做到这两点了呢 一个男人被活活改造成了海象 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 才会如此残忍呢 小强的女友睡醒后 看到了电话留言 他喊起小胖 连夜赶到加拿大 来到警局报警 警察给他们提供了一个侦探的名片 说此人一直在追踪一个变态的杀人狂 这个男人叫约翰 做了20年侦探 用10年的时间在和大叔斗智斗勇 从他口中得知 大叔就是个变态的杀人狂魔 而小强提供的地址 给了侦探准确的信息 另一边大叔为了让小强看起来更像海象 逼迫他吃鱼 让他在水里学习游泳 小强为了活下去 只得乖乖服从 玩累了 大叔就躺在他的身上唱歌给他听 给他讲最开始未讲完的故事 原来 大叔之所以沉迷把人改造成海象 是因为在沉船后一只海象救了他 但饥饿迫使他不得不吃了海象充饥 熬到了救援队的到来 多年来 他的心里一直对海象抱有愧疚感 久而久之 内心开始变得扭曲 另一边女友小胖和侦探三人 按照小强提供的地址 来到附近一家超市 询问店员是否见过小强 果然女孩认出了小强 并把他当时记录的地址给了侦探 随即侦探给了二人各一把手枪 作为防身 三人拿着枪冲进了大叔基